神韵演出为全世界的观众们带来不同的感动 那么南韩观众又从神韵演出当中体会到什么呢 请看本台记者来自大丘的报道 许多观众都表示 观看神韵演出是人生中不可错过 至关重要的事 未能让神韵艺术团今后也能到卫山去演出 前卫山文化院院长徐振吉先生 带朋友们一起先来大丘观看了演出 他表示神韵演出赋予他难以演表的活力和力量 神韵演出给他带来了特别而又强烈的感动 神韵巡回艺术团今天将结束在大丘的演出 一时韩国昌原进行两场的演出 新唐人记者韩国大丘综合报道